下午好 我是威敏 马上为你带来今天的奥运快报 美国飞与费尔普斯今天在100米蝶泳决赛中 遇上了强敌无缘金牌 只以51.14秒的成绩 与另外两名来自南非和匈牙利的选手并列第二名共享银牌 金牌则由视费尔普斯为偶像的新加坡21岁小将约瑟琳夺德 他以50.39秒的成绩为新加坡带来历史上首面奥运金牌 至于本届参与五个项目的费尔普斯 则以四金一银的成绩结束了本次的奥运之旅 而他的个人奥运金牌总数达到22枚 个人单项赛事独揽13金的他 更打破了2168年前奥运纪录 里约奥运会的室外跳水池在星期二 一夜间由蓝转绿的问题引起各界的议论纷纷 虽然当局声称 变绿的水不会对人造成任何伤害 并且会尽快让水池变回蓝色 但是实际情况尚未好转 反而连隔壁的水球场磁水也受到了橄榄变绿 根据最初的调查 池水变绿的原因不是藻类增生所导致 而是碱度变化造成酸碱度失衡 因此为了改善情况 当局连夜添加化学物质 不过目前看来效果虽然有好转 但是添加过多的绿 也让运动员抱怨指呛得睁不开眼睛 最后来看大马近人们的赛况 首先大马三主羽球双打 都在小组赛中取得二连胜 提早锁定八强席位 不过他们都将在最后一轮小组赛 对上强劲对手 如果取胜的话 他们将在八强赛中 避开其他小组的盟主强敌 有机会继续往四强迈进 此外大马女丹郑清逸 也将在今天晚上上场对垒捷克选手 至于一哥李宗伟 将在星期天的小组赛末轮 对阵新加坡的黄紫良 最后我们来看今天上场的大马选手 小组赛末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